大家好,经常有花也反映自己养的三角梅不开花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盘点一下三角梅的几个触花方法 可以让你的三角梅轻松开触花来 第一招控水触花 也就是盆土早浇点水,不能够浇过多水 等到盆土干透了,叶片开始发粘 我们再给它少量浇水 保证三角梅不渴死就可以了 第二招控肥触花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再施氮肥 最好就是给它喷湿磷酸二星甲 磷酸二星甲是一种高磷甲肥 不仅能够促进蜘蛛的生殖生长 还能够抑制营养生长,让它顺利开花 第三招控光触花 三角梅对光照时长是比较敏感的 每天保证8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他时间进行黑暗触理 也有利于它分化花芽开花 第四招使用生长调节剂来触花 可以用甲派翁 它能够抑制蜘蛛的营养生长 让它更快的进入生殖生长开花 使用次数不能过多 我们一次就足够了 第五招断根触花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盆土周围的一些根系 给它铲除掉一点 这样也可以抑制营养生长 还能够让它有危机感 让它更容易分化花芽 第六招就是给它割伤触花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三角梅呀 这个主干上面 我们可以用刀片给它切一圈 但是不要切的太深 切破表皮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阻断营养输送 让它能够有危机感 更容易开花 使用这六种触花技巧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并且一定要等到植株已经枝繁叶茂 不再长新芽之后 我们才能够进行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